故事开始之前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把旁边小铃铛打开,就可以收到我们视频的更新咯,那么故事开始吧! 大王饶命,第511集,陷落黑羽君 故事回到片刻前,在星辰大门打开通道后,小鱼在主教的肩膀上穿越了过来。 星辰大门的传送坐标是固定的,所以和吕树一样是出现在张卫宇的田里。 出来后的小鱼喘了口气,呼,终于到了。 把主教收了回去就咳了两声,真没想到那个空间隧道里居然那么颠簸混乱。 小鱼走进了张卫宇家的院里,这四处观察,这里就是吕小树所在的世界吗? 怎么看起来和普通华夏乡村一样? 算了,这些事以后再想,现在还是赶紧通过星途联系上吕树要紧,便召唤出了能具现化的贾桑一。 决定就是你了,出来吧,吕树! 结果无事发生。 没人知道吕树的功法背上了枷锁,就连云一羽虎直都不知道,混沌倒是知道,不过他却不愿意对任何人说关于吕树的事情。 对不起,您呼叫的星途不在服务区,请稍后再试。 怎么会这样,明明都一个世界了,吕树他怎么还是不在服务区,难道是世界错了? 现在,该怎么办,这世界看着也不小,漫漫人海要找到吕树,岂不是大海捞针?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。 小鱼也注意到了,而忘了过去,马蹄声那群人正往他这个方向过来。 那是,这个世界本地人的军队? 小鱼想象着吕树落魄,想回家的画面,就觉得他来这以后,应该会去人多的地方找情报想办法回家,说不定有人见过他,先问问好了。 这黑羽军这边正坐着冲刺,领军者问道,我们距离田耿镇还有多远? 最多还有两公里,那两个漏网之鱼或许已经到了镇上,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行动起来了。 领军者哼了一声,行动起来又如何,别被两个奴隶吓破了胆,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求援,拖住我们而已。 突然间领军者竟发现,身旁一个小女孩跑过他身边,这可是他们的全速冲刺啊。 而超过他们后,就挡在了他们前面,领军者只能立即勒了马,什么情况? 那是,一个小女孩?这个时间,在这种地方,太诡异了。 他身后的随从就叫嚣道,喂,什么家伙敢挡我们的路,活腻了吗? 领队制止了随从向前走去,小姑娘,你是什么人,在这里做什么? 小鱼冷冷地说,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。 我只想问问你们这一路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吕树的人。 全军一听就无奈了,找人找到我们这来了。 随后,全军都轰然大笑,原来你是来找人的? 好,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。 领队露出了凶恶的表情说,吕树是谁我不太清楚,但我估计他已经死了。 小鱼一听,脸就黑了。 毕竟,我们杀人可从来都不问名字,动手,杀了他。 遵命。 黑羽军工程本来就是烧杀抢掠,更何况是一个党道的小女孩。 领队一刀对着小鱼头颅挥下,然后当刀靠近小鱼脖子就停下了。 对方的刀被一抹荧光罩着,不能挥动,那抹荧光随后蔓延至全身,完全不能动弹。 领队当下就慌了,怎么回事,这个荧光是什么,我怎么动不了了。 小鱼非常生气地说道,你们这里的人,说话怎么这么讨厌。 我辛辛苦苦穿越世界过来找吕树,你却说他已经死了。 这时候,周围的地上都开始开裂,小鱼愤怒吼道,要是不会说话的话,可以不要说。 沙暴大藏。 伴随着地面下陷的,是周边泥土沙化般的瀑布,一瞬间全军队无一幸免都掉了下去,从开始的就喊声。 直至宁静。 他想了好几分钟忽然觉得,对这个世界还不够了解。 想了想最终驱使着安东尼进入地下,抓一个人上来问问情报好了。 掉入坑里的军队其实并不会死,那名领军者起来后便吐了两口土,该死,一个小女孩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。 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嘴见乱说话了。 而这是一个头从土里冒了出来,领队也傻了,这又是个什么玩意。 而安东尼环顾四周,要找能提供情报的人,但很多人都晕了过去。 但安东尼很快就发现醒了的领队,傻笑盯着他看,而领队也慌了,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只见一个土制大手掌,犹如升降机一般地把领队送了上去,领队尖叫道,你这家伙是要把我送到哪去啊? 小鱼一看送上来的人就来气,怎么又是这个不会说人话的家伙? 喂,我再问你一次,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吕树的人?他去了哪里? 而这次领队也学乖了,他乖巧地回答,您好,您说的吕树我们确实没听说过。 另外,我们黑羽军也是刚到这里,还没有来得及杀任何一个人。 小鱼心想,是骗小孩子呢?还没杀过人?但他们是真的来不及杀人就遇到小鱼了呀? 没有听说过吕树的大名吗?那有没有可能见过面呢? 再问问好了,死马当活马一呗,小鱼抿着嘴想了想,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张吕树的照片,随后递给领队看,喂,我再问你,这个人你见过吗? 领队一看,就被吕树的样貌和照片震惊了,我去。 您是从王城来的吗?这画中的俊俏美男子是何人?还有,这画是您自己画的吗?也太逼真了吧。 小鱼一听就皱起眉头,画。看来,他们这里科技水平不太行啊,居然连照片都没有。 我问你,王城是什么?还有介绍一下你们这里的城市。 领队心想,这女孩怎么连王城都不知道?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实力,我还以为她肯定是从那来的。 她随后说道,王城就是神王的都城啊,其他天地的都城都不能叫王城,只能叫西都,东都之类的,目前我们距离最近的都城就是我们天地的都城,西都。 您要是想去的话,或许咱们可以做笔交易。 就是,只要您愿意把我的部队放了,我就立马率军调转方向带您去西都,为您领路。 如何?结果,话音刚落,领队的头就被深海白沙贯穿,小鱼甚至没给她任何反抗的机会。 不好意思了,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行动。 安东尼重新给她拖进了地里,之后把坑都平平正正地补了回去,填了一下,恢复了宁静,像是从来没有黑羽军出现过一样。 接下来,就出发去西边吧。 第512集,奴隶竹驴小鱼 驴树知道,是小鱼来了,一路往张卫宇家狂奔,后面追着的张卫宇喊着,站住,你给我站住,你呀怎么还往回跑呢? 你不会是要回到战场上去吧? 喂!但张卫宇完全跟不上驴树的脚步,我这是在干嘛,为啥非得追她? 那些老家伙们得到战争开始的消息,肯定会陆续躲进那个山洞里去。 我若带旅树一个外人过去,本就是违规了,我又何必要为了一个陌生人冒险? 可是,该死,真是欠了你的,这就算是把人精还上了呀。 突然,张卫宇察觉到了周围的变化,田附近有一片非常平整的土地,平整到不正常。 奇怪,这里的地面之前有那么平整吗? 而且,这黑羽军是已经进阵了吗? 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? 哈哈,这肯定是小鱼干的。 不过,他现在去哪儿了? 吕树接着就边跑边大声地呼喊,小鱼,小鱼,你在哪儿呢? 张卫宇担心黑羽军可能还在附近脸都翻白了,兄弟,你是不是疯了? 这下喊瞎跑是生怕自己死不了啊? 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,声音里充满了喜悦,在这呢在这呢? 我来保护你了。 张卫宇就震惊了,你什么时候和宇佳姑娘进展到这个程度了,都开始小语小语地喊人家了? 来自吕小鱼的负面情绪值,加666。 收到负面情绪的吕树就慌了,你呀快闭嘴,别害我呀。 这时候的小鱼从土里跳了出来,一个大大的拥抱,紧紧地抱着吕树。 吕树望着小鱼也是百感交集,他本以为没有找到回去的方法前,是很难再见到小鱼了。 小鱼嘟起了小嘴,宇佳姑娘是谁? 吕树你这才来了几天。 吕树看着面前的小鱼随后就摸了摸她的头,你咋来了呢? 小鱼则再次一把扑了过去,不是说了吗?我来保护你呀。 小鱼察觉到了异常,咦,你的身体现在是? 话还没说完,吕树就阻止小鱼继续问了,随后手指示一张未雨,我的事等没人了,我再和你详细说,先把后面那老铁硬付过去。 小鱼也心领神会道,明白。 张未雨靠了过来,原来不是雨家的那个妹子啊。 吕树,这小姑娘又是从哪冒出来的? 吕树乐呵呵笑道,她是我妹妹,我们。 张未雨当下就打断了,挥挥手说道,你小子可别想骗我,这么久了你可从来没提过自己还有个妹妹。 而且,你姑娘和你可没有半点相像。 你看看她身上的衣服,那么贵气。 可不是你这种奴隶能穿得起的。 吕树无奈啊,她哪知道吕小鱼会来。 吕树想了想说道,你也知道我是从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。 谁知小鱼打断了她,平静说道,其实,我就是她的奴隶主。 吕树当下就傻了,连忙望着小鱼,小鱼则一脸自豪,怎么样,我反应快吧,夸我,快夸我。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,加666。 她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,好吗,原本我还想胡周个平民与小鱼美救英雄的故事。 这下倒好,话直接给小鱼说死了。 也不知道张未雨会不会信。 随后来了几波张未雨的负面情绪值,吕树就猛了,这是啥情况。 只见张未雨失落地蹲在一旁用手指画着圈圈,虽然我也知道你们说的不一定是真的,但是为什么想想还是有点嫉妒呢? 凭什么你做奴隶能有这么漂亮温柔的奴隶主? 而且逃出来了竟然还有另一个女奴隶主献殷勤,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? 吕树和小鱼都被这话疯给惊呆了。 吕树走到张未雨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,抱歉啊,长得好看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。 来自张未雨的负面情绪值,加666。 算了,说起来黑雨骑兵上哪去了? 小姑娘,你之前在这附近见到过一支军队吗? 小鱼一脸淡定地回道,没有。 张未雨非常疑惑,奇怪,那么大一支队伍怎么说没就没了,难道说刚刚的马蹄声不是黑雨军,不应该啊? 而事实只有吕树和小鱼俩才知道。 别念了,刚刚不是说要去什么山洞吗?赶紧走吧。 不,既然黑雨军不见了,那咱们就暂时安全了。 咱们还是先回田耿镇采购些物资吧。 之前忘记说了,战争来临之际还会有其他人也上那边躲避,多备些物资也算是有备无患。 其他人? 吕树心想着,应该就和张未雨的那个自杀的老朋友一样,都是苦哈哈啃树皮的选手。 好,那咱们就赶紧走吧。 吕树,突然灵光一闪,等等,张老头,你哪来的钱采购物资? 当吕树问起时,张未雨已经把腿就跑,吕树连忙喊着小鱼拦住他。 对于B级的小鱼来说,要追一个普通人太简单了,一个跳跃就已经挡在了张未雨面前了,说,哪来的钱? 张未雨支支吾吾回答,就,就是,我之前不是把雨家妹子送你的那些吃的拿去换酒了吗? 不管是宇宙还是吕宙,向来只有他坑别人,他的钱是谁也不能坑,你不是说全换成酒钱被你喝光了吗? 张未雨尴尬地哈哈笑着,那个什么其实吧,是我记错了,嗯,还剩下一点点来着。 吕树呵呵笑道,我看你就是想黑老子的钱吧,还剩下多少赶紧拿出来,咱们酒一分。 张未雨心疼死了,酒一,你这也太黑了吧? 吕树才不理他,这本来就是他的钱呀,少废话,拿来吧你。 小鱼,拿好钱,咱们去镇上买些好吃的。 小鱼一听,又有好吃的了,好耶。 吕树牵起小鱼的小手,就漫步地往田梗镇走去。 身后跟着的张未雨打量着,也不知道这两人是演技不好,还是不屑于伪装。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奴隶主和奴隶的相处模式吧? 罢了,不过是萍水相逢,同舟共济的陌生人,又何必探究许多? 谁没有自己的秘密呢? 王座之下进阶走狗,吴王啊,您何时才会归来? 若不是那一天,星光照亮的世界,天本点列之前,有你在身边。 过去的 那一天,星光照亮的世界,天本点列上来的过去的